最近股市的走势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 高成长、高PE的科技股在上周连跌4天 而能源、原材料、金融等价值股却能够逆势上涨 在一个经济出现滞胀的环境中 这才是市场应该出现的反应 本周三早上公布的美国12月份CPI显示 同比上涨7%、环比上涨0.5%、达到40年新高 其中旧车、能源、还有住房的上涨 是推升通胀的主要因素 在如此通胀高企的环境下 而美联储还在不断放水 他们所说的控制通胀仅仅是口头说说 还看不到如何能真正付诸行动 以牺牲股市或者房市来压低通胀 美联储还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相对于CPI的上升 劳工工资的上升速度明显落后 所以实际工资相对通胀是下降的 通胀是压迫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润 也是造成社会矛盾计划的隐形推手 同时对于住房成本的上升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 美国CPI的计算方法 实际上并不是靠实际租金成本 而是向房屋业主问卷调查来统计 许多人拥有自住房产 从来没有出租的打算 所以对租金的合理价格 也就没有任何概念 像这样的人做出的问卷调查 其结果偏差可能不只是10%或者20% 而且通常是低于实际租金的上涨幅度 所以看到12月CPI数据中显示 租金环比上升仅为0.4% 折换成年增率就是5%左右 这相比于18%或20%的房地产价格上升 那是明显的低估了实际租金的增长 再就是CPI实际上是一个落后指标 现在CPI的大幅上升 也许还没有反映到新冠疫情之后 美联储的天亮放水 说不定只是08-09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联储持续的低利率 和资产负债表的上升后果的延迟效应 尽管CPI数据不断创新高 但是由于公布的数据 以市场预期基本相符 所以当天美国的股市 也没有出现很大的波动 但是板块轮动非常明显 显示市场已经真正开始担心通胀了 首先就是原油及各类大宗商品持续上涨 WTI原油上涨1.6%至82.6美元一桶 许多投行都有一致的预测 说原油会在2022年占上100美元 同价上涨约3% 重新占上4.5美元一磅 同框股FCX则跳涨5% 达到45.1美元 它的技术形态非常漂亮 是一个完美的杯子形态 我认为至少还有10美元的上升空间 黄豆的价格上涨约1% 继续上涨的趋势很明显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美元指数DXY 在2021年 每一次当通胀数据超过预期的时候 市场的首先反应就是买入美元 让美元指数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上升 因为大家预测 美联储会采取行动 控制通胀 缩表加息 从而会让美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 但是这一次却是完全相反 美元指数暴跌0.6% 收盘在95大关以下 现在美元指数的走势 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头部形态 2022年 将是美元最终出现大幅下跌的一年 同时考虑到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不断疲软的美元 将会进一步让双赤字恶化 然后雪上加霜 让通胀失控 美联储即使是奋力追赶 一年加息3到4次 仍将远远落后于通胀的上升速度 所以市场已经看穿了美联储的底牌 正在积极准备对付一个高通胀的投资环境 由于美元指数的下跌 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 尽管黄金的价格仅仅是微涨0.25% 但是采矿股的上涨幅度是黄金的8到10倍 GDX上涨1.83% 而GDXJ则涨2.21% 从技术形态来看 黄金即将突破这个大的下降收敛三角区 重要的关键位置是在1830左右 一旦突破 那黄金的上涨空间将会被完全打开 非常有可能在今年重新占上2000美元大关 同时通胀预期的上升 也让美国时间期国债 在短短的10天之内从1.5%跳升至1.75% 这样的涨幅对于数额庞大的国债市场是非常罕见的 尽管如此 考虑到CPI的数值在7% 那投资国债的实际收益率还是负的5.25% 同时若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开始做表 卖出国债回收美元 那国债利率的上升还将要持续 利率上升对于金融业自然是有利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银行板块的ETFXLF 在2022年过后也出现了不断的上涨 不过影响XLF继续上涨的负面因素 是美国国债殖利率曲线不断变得平缓 30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利率之差正在不断缩小 每一次当殖利率曲线出现倒挂的时候 都是预示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尽管目前殖利率曲线还没有出现倒挂 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 2023到2024年 有可能是美国出现下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刻 最后我们不得不谈一下 对高通胀环境出现严重误判的代表 那就是Cathie Wood的ARK Investment 由于其旗下基金在2020年的出色表现 Cathie被一众散户投资者奉为投资女神 但是你看看 她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 除了特斯拉之外 都是那些还没有盈利的 处于化病冲击阶段的高风险公司 这些公司在资金泛滥投机情绪高涨的阶段 他们的股价会出现严重的泡沫化 但是当潮水退去 热钱不在的时候 他们的下跌也将会是惊天动地 ARK Investment最终会成为 由美联储引起的流动性投机盛宴过后的最终牺牲品 ARKK在周三股市微幅上涨的情况下 依然下跌2.78% 从技术形态来看 未来ARKK的走势非常不容乐观 从目前的价格84.5到60之间 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的支撑 我认同Cassie Wood的观点 就是科技发展造成生产力的提高 是会引起通缩的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同时在过去20年来 积累的巨量流动性 会让这些微不足道的通缩 淹没在通货膨胀的洪水之中 好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